西塞山淮谷,刘雨溪 王骏楼船下一周 精灵王器黯然收 千寻铁锁沉江里 一片翔帆出石头 人是几回伤往事 山形依旧枕寒流 金逢四海为佳日 故累萧萧炉笛秋 一文 王骏的占尽沿江东下离开一周 显赫无比的精灵王器骤然失色 千丈长的铁链沉入江底 一片将棋挂在石头城头 东吴灭亡以后 在精灵建都的王朝都先后灭亡 如今的西塞山依旧紧靠长江 从今以后天下归为一同 故累萧条长满卢迪秋风萨萨 诸事 西塞山位于金湖北省黄石市 又名道士福 山体突出到长江中 因而形成长江弯道 站在山顶犹如森林江中 王骏进一周刺史 一座西晋 一周 静是静置在京城都 晋武帝谋伐吴 派王骏造大船 出巴蜀 船上以木围城 起楼 每船可荣耳间于人 金陵 金南京 当时是吴国的都城 王器 帝王之器 黯然 一座漠然 千寻铁锁陈江帝 东吴末帝孙昊命人在江中掀铁锥 又用大铁锁横于江面 拦截进船 周失败 寻 长渡单位 一片将翻翻出石头 王骏率船队从武昌顺流而下 直到金陵 攻破石头城 吴主孙昊到营门投降 人是几回商往事 一座荒院至今生茂草 枕寒流 一座枕江流 金逢 一座从金 四海为家两聚 如今国家统一 就使得壁垒早已荒芜